之前有我们的观众要求我们做一起在马来西亚买得到的中国品牌的专题 那么没有关系今天就满足各位的这个要求啦 那么我也必须讲一下 在马来西亚其实中国品牌有很多 但是呢销量很好的其实就只有几个而已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们也会就是针对性的选几个中国品牌来讲 并不会所有都在马来西亚有卖的中国品牌我们都会提到 另外呢 吉利跟Proton这个品牌我们也不会讲到啦 因为大家要知道其实目前吉利主要是跟Proton进行一个合作 就是Proton会拿着一个吉利的车款来贩售 所以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中国品牌啦 那么所谓的中国品牌呢就是这一些正式从中国进来的品牌啦 那么今天就会讲到这些啦 而在影片开始之前也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第一个讲到的品牌呢就是BYD 其实BYD可以讲是在马来西亚大乡的它的手炮 目前呢BYD在马来西亚卖的车呢有包括这个BYD的 Arto3有这个海豚有这个海豹 然后还有这个M6电动MPV 目前旗下呢它主要是有四款车型啦 然后另外呢之前BYD也宣布了他们旗下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品牌呢 就是这个腾式Denza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啦 那么目前为止呢其实BYD主要专注的还是这个纯电动车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呢有给这个纯电动车免税的政策 所以他们就以这个电动车来开路 只是呢之前我们在这个中国呢有采访一下这个BYD的这个高层啦 他们又表示如果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有需求的话 那么在未来呢马来西亚市场呢也会引进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款也就是他们的DM啦 长期来看呢虽然讲这个BYD呢在电动车的领域呢很成功 那今年他们好像卖了5000多台车啦 可是呢随着这个免税期呢越来越短 未来呢要推动他们继续增长的话呢 他们还是必须要引进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引擎啦 而根据消息指出呢已经在泰国上市的这个BYD Sea Lion 6呢 也就是这个1.5插电式混合动力的SUV呢 未来是有机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只是不知道呢这个品牌会不会在马来西亚CKD呢 如果是讲DM车型不CKD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这个销售成绩可能就会有点challenge啦 第二个要讲到的品牌自然就是Cherry旗瑞啦 这个Cherry呢他们回来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他们主要是focus在这个汽油车款 目前呢他们有这个Omoda 5 有了Omoda E5这两只电动车哈 还有这个Tigol 7 Pro 还有Tigol 8 Pro 另外呢他们的直品牌也就是JQ呢 在马来西亚市场卖的也非常好啦 如果算上JQ跟Cherry品牌呢 目前Cherry是马来西亚当之无畏的中国车老大啦 那么在未来呢他们还会有什么产品规划呢 据我所知啦目前呢Cherry是没有计划在马来西亚 引进这个Sedan车型 未来都还是SUV 明年呢会有一款小型的SUV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就是这个Tigol 4 Pro 会采用跟Omoda 5一样的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那么讲到这边呢大家应该会问我这个J2怎么样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J2未来是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虽然呢他们在中国是under同一个集团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它就不会在Cherry马来西亚旗下贩售啦 而是underCherry International 所以呢这个J2的部分呢我们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消息啦 只是知道呢这个截图大声呢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如果大家对这个截图大声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之前Pakko拍的影片啦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品牌呢我个人是蛮敬佩他们啦 这个品牌就是GAC啦 那么讲到GAC大家就讲它的选错班了啦 其实我也必须讲啦 其实Danchon Group它里面是有很多资公司的 像是Nissan就是ETCN Adelan Danchon Motor 然后呢像是Subaru呢就是Moto Image 而在这一个GAC呢它就是那个Wari-san Danchon 其实是不同公司管理层也不同来的 而他们为什么会让我惊佩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是目前少数呢 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CKD的中国品牌 他们的第一款车一开始是CBO 然后之后就开始CKD 目前GAC在本地呢有两个车型啦 就包括它的直屏排Ion 包括它的Ion Y Plus还有这个GAC GS3 Endzone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Endzone是一款不错的车型啦 可是之前就有这个消费者讲到呢 它的触屏主机很lag啊什么等等的 导致了一些车主的不满 其实我也讲老实话之前我试驾这款车的时候呢 我的触屏主机是真的没有问题啦 可是我们的同事Jaden呢他去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他就讲他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不清楚是怎样的情况 不过呢我也有问GAC关于这一个情况啦 可是他们也是表示新一批的车子呢 在经过这个OTX升级之后呢 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啦 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暂时不知道啦 就看这个车主的回馈 而在未来呢这个GAC还是有一些的product的lending 例如讲这个银库 M库 这两次一个C-Segment的SUV 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时间会在2025年 至于引爆跟M8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问啦 引爆呢基本确定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除非等到它有一个All-New的车型才会有考虑 至于M8呢 M8已经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而根据我们询问这个瓦里山丹庄关于这个M8的消息呢 他们也表示呢这个是GAC引进马来西亚市场进行测试而已 并不是瓦里山丹庄计划翻售这款车 因为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商价格并不会便宜 所以M8会翻售的可能性很低啦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愿意在马来西亚CKD 就证明了他们的决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点赞的 第四个要讲到的品牌就是这个长城汽车 所以在今年长城汽车的这个成绩还不错啦 坦克大卖然后这个Hava H2 HEV也大卖 那么目前呢这个长城汽车集团 GWM Motor呢在马来西亚有三个品牌 分别是Aura专供电动车 坦克专供SUV 还有这个Hava专供家用的SUV 目前呢他们也是有开始在马来西亚CKD啦 这个Hava H2 HEV呢 就是马来西亚首款他们的CKD新车 而截至目前为止呢他们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辆 如果讲以一个中国品牌的SUV 加上它是混合动力的话 有一个1300订单我觉得很了不起啦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呢 对于这一个 混合动力车款的信任度其实还不是那么高啦 但是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还是要拍手鼓励一下 至于这个坦克300呢 其实它的销售成绩也出乎我预料 根据原厂表示呢 到2024年结束呢 他们预计会在马来西亚卖出500辆 那么这个销售数据呢 好像比泰国还要好哦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证明只要是好的product呢 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呢都会接受 至于在明年呢他们也是有一些新产品计划 只是他们暂时还不愿意透露 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新车 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相信 而且有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 未来呢GWM Malaysia 还会有一款CKD的新车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车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 讲它是单纯的中国汽车品牌 好像有点不公平啦 如果我们讲它是中国汽车品牌的话 那么Volvo啊 Proton啊 其它们也是中国品牌 我要讲的就是MG MG这个品牌 确实没有错他们是一个英国的汽车品牌 只是后来呢他们被这个中国的上锡集团收购 那么目前呢他们主要生产基地呢 是在泰国跟中国 可是研发跟设计总部呢 其实是还在英国啦 所以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诠释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MG这样子的算法呢 它是中国品牌的话 那么Proton也是中国品牌 加过Lenovo也是印度品牌啦 大家觉得这样子讲有没有道理 OK 言归正传我们就讲它的product 目前呢 MG在马来西亚呢 有三款新车啦 就是MG4 纯电的这个 B-Segment Crossover 或者是Hatchback 然后还有这个 MGZ-SEV 一款纯电动的 B-Segment SUV 还有这个刚刚上市的 MG5 目前呢 据说这个 MG5的booking 不错啦 不过原厂暂时不愿意透露这个booking相信啦 可能他们准备过了1000张才跟大家announce啦 那么这个品牌呢 其实他们也是很 极力的要拓展马来西亚市场的业务啦 就是他们目前已经在着手这个CKD的计划 而且他们表示呢 未来呢他们计划每一个季度就是每三个月发布一辆新车 而在刚刚呢 他们就公布了这个 MG的Cyberster开放预定 然后明年还会有几款新车陆续来到啦 然后CKD的计划也在进行中 我相信呢 以这样子的做法呢 未来他们在马来西亚要站稳这个市场呢 其实是不难的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配备还是要有点竞争力啦 像是MG5整体都不错 但是就是这个 阿达斯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少了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稍微加强下 消费者会更愿意去买单 所以明年我个人预测呢 会有这个MG3 Hatchback HEV 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车型都会引进啦 那么大家觉得 MG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前景怎样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品牌勒 大家可能会有点意外 我要讲的是Netta Netta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存在率 存在感其实并不是很高啦 目前有两款新车 分别是Netta V 还有Netta X 我也说老实话 其实Netta V 也好 Netta X 也好 我本身开过这两辆车 其实整体的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Netta X 它的这个质感的部分呢 跟很多中国车厢比呢 它其实都更生一筹啦 只是很可惜啦 就是这个Netta 它在发布了Netta X 后就突然间安进去 所以就没有什么消息 可是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它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 因为它们跟它们的合作伙伴在马来西亚的圣美兰州 投资了3亿令吉建设新厂房 未来将会CKD其他的Netta新车 而根据它们之前公布的进程表呢 未来这个Netta V 在CKD之后呢 它的售价会从7万5千块起掉 这个可以讲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之一了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稍微还是有一点期待值的啦 只是目前呢它在中国的部分呢 是有一点点不好的传闻之处啦 不过 原厂也没有出来辟谣 然后其实也没有更多证据证明 这个不好的消息是真的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不过我觉得 哪吒如果它们可以维持现在的步伐的话 应该还是有点发展空间的啦 OK 最后我要讲到的品牌就是小鹏汽车 那么关于小鹏汽车呢 我在之前做过一期很详细的试驾影片了 所以我这里就不讲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小白点 然后看一下这个小鹏G6的 试驾影片 OK啦这里就是大概我要讲到的一些中国汽车品牌 其实还有很多我没有讲到 像是这个BAIC啊等等的 可是因为这些品牌呢 我也不懂它其实会发布 然后会不会发布我也很难讲 所以我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啦 只是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 虽然目前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很多 但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暂时只有四家 就是这个MG, GWM, CHERRY 跟 BYD 剩下的品牌呢其实有一点点像在挣扎啦 因为其实在任何一个市场都好呢 你除了要供应产品力不错的产品之外呢 你还要符合当地的国情 而且呢你要给到消费者信心 例如讲你的after sales啊你的service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品牌需要一步一步来的 不可能一步登天的 而目前为止呢 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四个表现横的老品牌呢 其实都还是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啦 所以我希望呢他们可以更进一步努力 在这边呢我重点呢我要称赞一下GWM 因为这个H6 HEV在之前呢他们有给过我们四驾车款 我们有表示这个Suspension太软 结果之后他们就有回炉重造 就是专门为马来西亚设定去调教这个悬调设定 所以目前呢这个GWM H6呢 除了动力强之外呢 我觉得在这个设定的部分呢 他们其实是真的很有诚意意下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中国品牌是值得消费者去支持一下 只是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